中共中央辦公廳日前發出文件 提出對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 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 該份文件中提出私人企業要跟黨走 文件亦表明統戰工作不止國內企業 在內地投資的港澳工商家人士 亦是統戰對象 該份文件名為關於加強新時代 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 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引發 文件表明要教導民營經濟人士堅定不宜 聽黨話、跟黨走 亦要加強民營經濟人士的思想政治建設 高舉愛國主義、社會主義其次 加大政治引領和思想引導力度 並樹立正確的國家觀、政治觀 以產業報國、實業強國為己任 文件亦指民營企業家從人才培訓、選拔、 都業務方向都要在黨的引導下進行 文件亦表明 統戰工作要面向所有民營企業 和民營經濟人士 而且不僅限於中國內地人士 亦包括在內地投資的港澳工商家人士 國安然神啡化 中央大自然 作詞我們要忘記嗎? 陳詞雜民教導宗